我從全球 從世界衛生組織給我們的資料 全球大概有700萬的每年 是因為天2.5而過長死亡 Premature 感 全球死亡越來八分之一 已經是一個環境 平小的健康最重要的單一環境因子 大家如果有看到新聞 我們過去三年的一個數值 其實我們整個西半部就是臺灣 除了花東還像比較乾淨之外 還是今天其他縣市都是超標的 但是我們要怎麼樣去實際上的解決 其實現在還有很多需要解決的科學異體 比如說它對於環境 對於人體造成影響 但是它的影響機制為何 那它所涉及的層面 幾乎是無所不在無遠跛界 所以我們氣焦中心成立 也是就是以氣焦科學為一個核心的主題 那麼會去衍生到它各個相關的領域 包括學以及它所對應到 可能造成的環境變遷 氣候變遷的問題 還有呢 跟我們環境更密切相關 我們周遭的環境科學的部分 那還有涉及到我們的健康 我們怎麼樣去維護我們的健康 不受到偏愛人的影響 保持一些呼吸道 甚至心血管疾病 那甚至一些生衣材料上的開放 海洋其實也有非常密切的關係 因為我們整個地球有70% 其實都是海洋布蓋 所以其實有很多的是海洋氣焦 那我們周三大學位置非常隔天獨厚 又在剛好靠海 所以我們也是非常的希望能夠來研究 Marine Aerosol 也就是海洋氣焦 它對於整體發生環境 有造成的影響 那麼在這些研究過程當中 我們希望能夠可以開發出一些氣焦 心靈的氣焦檢測 甚至感測的技術 像剛才正在一起 董事長對我們的研究 能夠把這些技術 能夠實際的應用到我們的生活當中 解決我們的生活 或者生活周遭的問題 還有一個我們的重點 是教育推廣的部分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再加強教育生根 這個是我們中心成立的宗旨 透過對於氣焦的基礎特性 基礎研究 以及它相關各個領域之間的影響 那類的健康為好 能夠提出一些新的建言 新的這個策略 那來跟財官學聯 跟政府提供一些施政的參考 新的任務跟終止呢 一個剛剛提到的就是對方競爭類 我們想能夠改善 然後強化在國際間的一個 國際交流的合作 因為PM2.5 其實已經是一個全球性的一體 不光是在極灣 所以我們會強化這個國際上面的 大學的學術交流的產品 第一個是從基礎科學研究的看法 氣焦基礎研究 以及從這個基礎研究 我們希望能夠跟這 希望在這幾個領域 有能夠密切的對話 那包含了氣焦跟大氣海洋 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 以及跟我們生活上面非常貼近的 一些污染源 包含剛剛蔡孟映蔡主角 他提到的遺漏的污染源 還有固定的污染源 這些污染源要怎樣去想辦法 能夠做更完善的防治 氣焦他對於健康 以及生醫科學研究上面的這個議題 怎麼樣去開發一些預防的策略出來 那這個是這個小組要支援的一點 那觀產業非常的多 今天在座也有很多業界的朋友 那有儀器的用節理科技 還有有力科技 幾位這些相關的業者 現在我們主角這邊也給我們非常多的建議跟指導 對於環境科學教育推廣的部分 那其實這個我們已經都非常努力的在往前進 涉及到的研究範圖會哲學 一直延伸到南瓜化學 物理 生醫 工衛 環工 海洋 教育等等的重要的領域 我們剛剛看到報章雜誌上面說好自爆 但它這個是一個總體的農土 我們並沒有辦法從這個農土裡面去了解說 這個面法有哪一些化學成分 那也沒有辦法直接去了解這樣的成分對我們的身體 它會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那這個有賴我們從原子分子的成績去掌握 不同化學組成的氣焦 它對它的化學物理化學特性會是什麼 那我們就開發一些比較新穎的氣焦碳碎技術 包含了剛才曾孝達也知道 氣焦的VUV光免子光度 它可以確實的掌握一個特定化學成分氣焦 它可能會有什麼樣的化學活性 化學物化特性 那對於我們的人體有可能 還有對環境有可能造成什麼樣影響 那一些比較新穎的光輔技術 以及我們未來也會在理論計算 也會不會真的互相結合 那再來就是氣焦跟整體大氣 還有海洋以及生態上面 其實這個我們不應該分開來看 因為其實我們在整個地球這個星星上面 這個每一個都是互相連結 互相連的 特別是在海洋水面跟空氣的界面上面 其實有很多的相互作用 那很多海洋裡面的一些物質 它有可能會變成海洋氣焦 甚至被一分一錘 會去影響到氣候的 那今天本來交往那個高雄區長要來 在離職裡面 現在也持續在污染源 我們也會希望能夠關切在一些工作職場上面 一些粉塵 那它對於這些勞工有可能造成什麼樣的影響 變之後它造成了一些疾病 但是它環境空氣未來突破 所導致的一些疾病 這些疾病其實包含了涵蓋的蠻短的 包含了一個人被呼吸到的疾病 心血管疾病 那越來越多的研究顯示 像一些神經推化性的疾病 阿斯海莫症 癌症這些 都跟PM2.5有關係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系統的疾病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從這幾個面向 去做更深入的了解跟方式 做更生技生意這邊非常的相關 好 看這邊 3 2 1